三個禮拜有跟您提到所謂第七線的廣告的事情 結果就時間到了 我不曉得說針對這個事情 我想是不是可以各區性的廣告行為 我想有助於地方上的產業生機 行銷他們的商品 甚至於很多因地質疑 各地方有各地方的 像民宿啦美食啦產業啦等等 甚至於他這個公司行號要招商啊等等的 我想這些部分區域性的廣告的部分 後來講講時間到了 那後來主委您還有印象嗎 跟委員報告 那個就是我們修的油管法中間 因為現在的這個狀況中間就是 頻道二頻道三頻道四啊 這個這一塊呢是系統業者他自己可以來負責 然後面就是購物頻道 購物頻道中間的這個相對來講 這也是剛才管委員在問的是說 那個自製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有有有有線廣播電視 它本來就是一個地區的一種特質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當然是會考慮進來 可是我們也不太希望說 那個地方頻道就老是這個廣告中間 那邊都是什麼當鋪啦 或者是說賣尾列藥等等 現在行政院也很關心這一塊 所以我們當然也是希望說 能夠怎麼樣取得一個平衡啦 那個部分我想這個不往不中 好的我們當然要給一個公平的一個競爭 我想這部分能夠促進地方上的一個產業升級 但是又不影響到這個所謂的廣告的一個品質 誤導民眾 那麼剛才主委講的就是我現在要提的這個事情 那我想主委大概有在這個報道裡面有所了解 國內洗身的人數已經高達六萬人 而每年大概有八千人的這個速度在成長 那麼每年洗身的支付啊 將近三百四十億之高 可以說是高居健保的門診的一個所謂 遠然也成為了這個一個我們慢性腎衰竭成為一個新的國病 這個部分真的非常非常嚴重 當然我們國民啊不懂得去珍惜自己的身體 聽到什麼就吃什麼 而且今天很多的這個偽藥 因為去規避這個衛生署的所謂的他的醫療的行為 那你今天有什麼療效什麼療效 就必須要受到他們這個食品 醫療的一個管制 然後就用什麼健康食品 保健食品的名義 然後規避這個衛生署的一個審查的機制 所以在這種的情況之下 衛生署沒辦法管制 然後他們又透過地下電台廣為宣傳 這個藥怎麼樣怎麼樣 講了以後到時候就造成了 買了一大堆藥 浪費這些民眾的自己的荷包 那不講 有的老人家很喜歡聽這樣的 聽了以後然後買了一大堆 然後家裡的做孩子做媳婦罵了以後又不吃 然後又擺了就浪費 買到藥不吃又擺到那邊 那乖乖聽話的 就是洗腎啦 造成了這個我們這個 一個衛生署的管制的漏洞 也造成了民眾的一個洗腎的一個 這個原油 也浪費了我們國家的一個健保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啊 不光是這個一個賣藥的這個不當的行為 甚至很多地下電台在政治化去抹黑執政者 然後用一些不負責任的這個言論 來做一些的攻堅 那我想這些部分啊 一直這樣累積下去啊 就會好像讓人家感受到 我們NCC不作為 好像取地不利 然後讓地下電台更加的囂張 甚至於罰款了事 然後我又申請付博等等 這些東西啊 我想不光地下電台 有些的違規的電台 我覺得都是應該要好好的給你這個 去監測 然後給你實質的處分 甚至於取消他的這些 這個執照等等 我想這個事情的輕重 我認為NCC真的要好好的 就針對地下電台 甚至於有照而亂做這些的 不實廣告 或者這個抹黑政府的這些的 有照的電台 我覺得都應該要好好的嚴加管制 謝謝委員的關心啊 這個院長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呢 在本這個禮拜的禮拜一呢 行政院也召開了一個 一個是尾列藥的取締的一個平台 是由衛生署來做這個 楊署長來做一個召集人 那麼關於非法電台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這個非法電台的取締小組 是一直存在的 可是希望說它能夠提升它的成績 所以您剛才關心的部分 一個是地下電台 它賣的這些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論 那關於合法的 包括合法的 或者是說購台 我們剛剛在講 就是說在合法中間的 不管說是電視 或者是說廣播等等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平台呢 每個禮拜都要向行政院報告 我們努力的這個成果 所以這個每個禮拜都要有業績 這個大家壓力也蠻沉重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大家都在關心 好謝謝彭主委 那今天我上來的時候 我看了某報紙啊 恭喜NCC啊 在那個東森S台的部分 二審本來要賠三億的 現在這個過關 我想這個部分 也對我們NCC的另類一種的肯定 但是我覺得換照 基本上也是替我們民眾消費者 做一個有效的把關 我想換照的過程 有時候聽一些電台 或者是說業者的他們心聲 好像過去很容易審查 但是資料很詳細 但是好像變成說 一年要換一次照還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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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是兩年 現在我們的新修是三年 憑建一次 然後六年 或是九年 這要看他的那個 這個法最近會送到大院來 我想這個部分 真的 讓業者 有一個有效的規範 我想NCC則無旁貸 使得他們在行使這些廣 廣播的這個商業行為之餘 又有一個很好的規範 讓他們在這個規範內裡面 好好的做一些對這個社會大眾 一個交代 我想這個是好事 但是過當 而影響到業者的潛意 我想這也不好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NCC扮演的是民眾 與業者之間一個溝通的強調 橋梁中能夠讓民眾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後像那個 以後我也不曉得那個數位核 他的這個 這個以後要怎麼辦 這個錢誰付 當然要好的畫面 那相對的我們消費者 就能夠得到很好的施血的效果 但是這機上河 好像貴的一箱要三千多塊之破 我們目前這個案子 現在是這個由經驗會跟行政院 他們在這個規劃當中 所以昨天中午還有一個這樣子的 這個數位轉換的這個會議啊 那我們NCC提出來就是兩個方案 一個就是這個補助 那時候的 就說兩年之後那個 費用是一千五百塊一個機上河 那現在當然就是說 這機上河 它到底是不是要把那個 數位廣播啦 有線啦 無線什麼全部都 就像三合一 四合一 五合一的這樣盒子 這個還要在技術上面呢 做一些的這個規劃啊 不過您剛剛所關心的這個問題 事實上來說 怎麼樣來講 我們都是希望 民眾一方面可以有更好的節目品質 那他相對來說 他看他想看的東西 然後付他想付的錢 我覺得在一個自由競爭的一個環境中間 這是應該是被鼓勵的 這機上河好像了不起啊 大概現在資訊一直非常的新穎 一直日新月異 可能會了不起兩三年 這個機上河可能又不符合 那個那時候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在想這個部分 真的也要好好的考量 業者 業者要賺錢 那你相對的你好的畫面 人家就會 消費者就會去看你的電視 但是把這些機上河 轉嫁到消費者 我想這個是有待商榷的 消費者 為了要看更好的畫面 這個就好像說我今天 我的日用品 我一千塊我也可以用 我一萬塊我也可以用 值不值得 那可能消費者就會考量 所以這個我覺得 我們NCC是不是 就針對這個整體的一個 民眾社會的大眾的一個期待 還有他的這個一個 政策上來好的跟業界來協商 我們政府能夠做什麼 讓民眾享受視覺的一個 越來越好 像過去什麼3D什麼都一直慢慢出來了 那業者你要負擔什麼 我想起一個平衡點 那至於說另外一則新聞 就是一週刊的 這個我是覺得非常肯定 一個這個喜歡突兀的一個業界 如果是造成我們台灣的這個 一個生活品質的大動斷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 所以你核准了 只有其中的一個電影台 我覺得可以 其他的部分 真的要有很明確的一個佐證 讓他接受 你今天這一週刊 再過去這個惡搞 然後我們NCC已經負責了這個一個把關的工作 讓你們所申請的 你除非很清楚的佐證說 你今天你所申請的 能夠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能夠導正我們社會 善良風俗的一個一個宣示 我想這樣子才能夠有正面的效果 我不曉得 如何去做有效的把關 很多學者專家跟公民團體提醒那個 離線 就是說你要考慮1235 那麼所以呢 他會回去 針對這些學者專家跟公民團體 對他的質詢呢 去準備回答的怎麼樣的方式 那如果說他回答方式是這些委員可以接受的 那提到本會的大委員會中間 那我們當然會做最後的斟酌 我是覺得說 在上一次的事件裡面 我想NCC 我們這個民意代表 對這個 那個業者 我覺得是 有很深的這個一個不信任感 如何有效的把關 如何讓他過關之一 能夠做有效的保證 我想這個很重要 另外就是說 最後一個一分鐘的時間 拜託一下 請問一下你那個 聽說又是黨政軍又可以間接投資媒體 那個上限好像又開放到50 沒有沒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失血 沒有沒有沒有 目前直接是不能夠 投資黨政軍這部分的是不能 那間接呢 建議是10% 間接 10% 對啊 他這個也是有正反 當初就是不准 有黨政軍介入這個媒體 現在又有什麼間接的方式 10% 交通部希望50%本會是沒有退讓的這個余地了 考量一下看社會的觀感好不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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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